美国军事专家对解放军的反航母战术非常关注 日前就有美专家撰文表示 解放军的反航母战术已经造诣极高 甚至可以将美军航母击沉在港内 一起来看详细情况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 我是虎哥 根据美媒1945报道 美国空军的高超音速导弹试验 终于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美国空军和洛马公司的配合 堪称是天衣无缝 来自美国空军的B-52H战略轰炸机 第四次搭载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AGM-183A空射高超音速导弹 进行了成功的试射试验 这是美国空军三次试射失败后 第一次成功的试射 美媒认为虽然可喜可贺 但是美国关于高超音速导弹武器的研发 已经落后于世界上的主要强国 俄罗斯的高10高超音速导弹 已经正式服役 而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 服役的时间更早 而且形成了一个导弹家族 据悉中方还在研制 更先进的小型高超音速导弹 这说明中国正在牢牢 把持高超音速导弹的先发优势 解放军高超音速导弹武器的 重点目标之一 就是美国的航母舰队 主要是1996年台海危机 美国的两艘航母阻碍了解放军的行动 而解放军却缺乏有效的反制手段 从那天起 如何发展可以有效打击 美国航母的武器 就是国防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在相应的高超音速导弹 和反舰导弹研发出来后 解放军正在苦练航母必杀计 现在已经进化到了第二个阶段 解放军的远程高超音速导弹和反舰弹道导弹 完全可以将美国航母舰队 歼灭在军港里 以击杀招指导黄龙 根据美国智库发表的新疆地区港口 和航母的把镖卫星照片 美媒认为 实际上解放军的高超音速导弹 已经完全克服了识别港口目标的难题 通过红外制导系统 甚至是复杂的人工智能AI 可以有效识别军港内军舰大小的目标 如果开战 美国航母可能没有来得及出港 就让解放军击沉在家里了 整个航母舰队将在港口里 被解放军直接全歼 而且为了有效侦查目标 解放军还构建了一个 完善的侦查协同体系 不然无法发现美国航母的动向 打击行动自然也就无从发起 虎哥认为 不光是打击港口中的目标 战场上也有其他突发情况 万一战时航母不在港口 想要对其进行精确打击行动 就得完善侦查体系 当前解放军一共有三种办法 可以实时探测美航母动向 首先是解放军的高功率超视距雷达 这种雷达和一般的雷达不同 超视距雷达发射的雷达波 完全依靠大气电离层 将其反射到地平线以外的地方 探测敌方航母 有效地解决了地球区率的问题 但是不能够实现精确的定位 主要是电离层反射传递的雷达波 能量大幅衰减 只能大致探测美航母位置后 出动更先进的设备进行区域侦查 其次是中国的侦查卫星 卫星可以被动接收 美国航母编队发出的电磁信号 或者使用利用可见光或红外线 探测航母踪迹的光学卫星 以及合成孔径雷达 主动探测美国航母 之前的吉林一号探测卫星 甚至可以探测并跟踪到FR2战机 探测航母自然是不在话下 卫星一旦探测到航母的位置 会通过中级通信卫星 将美国航母的位置数据 发送到指挥部 导弹将根据卫星提供的位置 向美航母进行打击 到达目标上空后 导弹将会自行打开导引头 搜索美军航母 美航母一旦被锁定 那基本上是无处可逃 最后就是解放军无人侦察机 构建的侦察网络 这方面突出的是WZ-8无人机 这种无人侦察机 堪称全世界首次出现的装备类型 采用高展显比的高速机体 与液态火箭推进 而且还是一款隐身侦察机 这种飞机可以由轰-6轰炸机 直接高空发射 WZ-8的速度非常快 可以较快抵达目标上空 对于这种飞机 美国海军航母战斗群 探测或拦截的难度都比较大 发现航母战斗群后 同样可以和卫星 一样实施传输航母目标数据 作为导弹的中继数据战 并且引导导弹最终命中目标 伴随着解放军高超音速导弹 和侦察体系的逐渐发展 使得在中国大陆控制的范围内 美国航母很难有 见缝插针的机会 而且在解放军严密的综合打击网下 美国航母是难以生存的 因此 美国海军在第一第二岛链 实际上已经失去了 威慑解放军的能力 随着未来解放军 查打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甚至在夏威夷停泊的美国航母 也不会是绝对安全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